明镜电视为您播报突发新闻 在沉默多日后 沙特阿拉伯19日终于宣布 失踪的记者卡舒吉 已经死在沙乌地驻土耳其领事馆里 沙特透过其国营媒体发布新闻稿指出 初步调查有18人涉及此案 他们都是沙特阿拉伯国民 沙特政府说 卡舒吉进入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 卷入一场打架事件 而卡舒吉在那次冲突中死亡 对此目前因记者被害而导致的外交灾难 沙特王储萨勒曼早也考虑过补救措施 华盛顿邮报15日就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 沙特政府准备发布声明 承认对卡舒吉的审讯不当 导致其错误被杀 纽约时报18日发文 援引三名知情人士说法称 沙特考虑指责一名靠近王储 本萨勒曼的最高级情报官员 将杀害卡舒吉的责任 推到其头上 而最新报道指出 责任人的名字已经被披露出来 是王储的高级顾问 艾哈迈德·阿西里 沙特少将总情报局副局长 阿西里将军曾经在沙特领导的干预 野门内战中担任军方发言人 针对沙特轰炸野门平民事件 对沙特进行过辩解 阿西里既位高权重 接近王储 又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招募下属完成任务 因此谴责阿西里将军可以为这次曝光的沙特恶劣杀人事件 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并帮助转移王储萨勒曼的责任 给国际一个交代 另据费加罗报的报道 沙特执政家族正寻求萨勒曼的弟弟哈利德 取代现年33岁的王储 报道引述沙特消息源称 替换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 但哈利德会逐步取代他的兄弟 比现王储还年轻的哈利德 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 并且通常被视为可以改善王国形象的人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自2017年4月上任以来 哈利德一直担任沙特驻美国大使 但上周被召回 他直接飞回利亚德 在利亚德 他出席了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的访问 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会面 讨论了记者失踪的问题 据他在使官网站上的个人简介 在成为大使之前 他曾在沙特驻华盛顿大使馆 和利亚德国防部担任顾问 在此之前 他曾在沙特空军担任飞行员 驾驶F-15战斗机 在叙利亚和也门的50多个作战任务中 分别执行任务 当其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时 沙特媒体称赞此举 是朝着重振与美国的关系迈出的一步 也是向王氏与美国总统川普 建立私人和直接联系迈出的一步 首先来看两则新闻简讯 范冰冰现身工作室 这是要付出的节奏吗 19日 有记者拍到范冰冰现身北京工作室 身边的人是妈妈 一起待到晚上9点才离开 由于范冰冰的工作室位于北京三里屯 银科中心4楼 包括恒大影视公司 恒大经济公司 恒大发行公司 被人猜测她是否正准备付出 报道称范冰冰当天外形相当简朴 身上纸杯代言的帆布包 加上蓝帽 白色连衣裙 与平时霸气十足的她不太一样 再来看一则印度方面的简讯 印度列车高速撞上人群 至少50人死亡 印度北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 19日撞上聚集在阿姆利泽市 观看节日烟火群的人群 至少造成50人丧命 警方和目击者表示 这列火车行驶时 撞击当时站在铁道上 观赏庆祝印度教石圣节烟火秀的群众 警方认为释放烟火时造成很大声响 可能因此民众听不见火车急驰而来的声音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一篇 以中国大跃退为题的文章指出 中国过去数十年来都可以尽量避免 其他独裁政权所犯下的问题 但现在习近平为了建立个人权力 而至无出其右的中国经济崛起 其所依赖的一切可能毁于一旦 文章指出 过去四十年来 中国的成就是可观的 1978年至2013年 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 使得成年人的薪金增加10倍 这些增长为巴异人民脱离贫困 而同时中国的婴儿夭折率降低了85% 平均寿命增加了11年 更让人惊奇的就是 中国政府交出这张成绩表的同时 却仍然是一个政治独裁的政权 文章继续指出 但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相对于中国奇迹性的成就 无疑是一个悲剧 而且令人警惕 在反腐的借口下 习近平制度性的摧毁了 过去四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所赖以的 几乎每一个改革 在中国这个有缺失 但却有效的制度中 取而代之的 是习近平一手建立的个人崇拜 也就是自毛泽东之后 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短暂而言 习近平的反腐 或许可以使得中国 稍微清廉和稳定 但摧毁了中国经济奇迹的 多个机制之后 习近平可能将过去的经济的收成 付诸东流 并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警察国家 不但14亿人民感到忧心 甚至还会波及全世界 从毛泽东去世到邓小平 在上世纪70年代 启动他的改革开放政策 直至习近平2012年掌权 中国所经历的35年 中国都避免了独裁政府 所犯下的错误 并且创立了一个新的 有适应力的专制政权 以便在形式上保持了共产主义 而另一方面 却拥抱市场主义中很多的模式 报道指出 这个情况今天已不再有了 今天习近平正在系统的削弱 差不多所有令中国与别不同 而且又是行之有效的特质 他做的一切短暂而言 或许可以增加其个人权利和威信 以及消除若干形势的贪污 但总的而言 习近平只会对他的国家和世界 造成长期性的灾难 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 他立即拆解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 这是邓小平一下给中国一个 非常中国的政治构架 他以反腐之名打击一击 最近被拿下的国际刑警会长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就是一个例子 习近平上台6年 一共有134万党员干部成为调查目标 超过170个部长级或副部级的官员被整肃 为了长久确保权威 习近平除了清除异己 还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 并拒绝遵从过去的惯例 安排一个继任人选 进而把自己成为所有一切的主席 过往的制度还有另一个特质 那就是每一级的干部 都可以期望得到论功行赏 虽然这并非完全是精英政治 因官僚体制仍存在贪污和搞关系 但习近平却把上述特质颠覆 将恐惧取代论功刑偿制度 这衍生两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 所有的干部以工作表现放在次要位置 取而代之的是大家争相恐后表态表忠 其次就是 正如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专家 加布耶夫所言 当你只剩下恐惧 一众官僚都人心惶惶 除非上头有直接清晰的命令 人人都只会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整个官僚体制处于被动 一事无成 文章提出一个问题 习近平对原有制度的摧残 到底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未来 有什么影响 正如上文提到的历史教训 每一个预测中国倒台的人都应当小心 因为中国过去遇上问题时 总会找到绕过问题的途径 但今天习近平的中国 已快速地成为一个典型警察国家 而越来越不像一个富有特性的国家 除了对中国立下一个灰暗的结论之外 实在很难还有其他的结论 今年底恰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 再加上美中贸易争端白热化 外界预计最快在月底前召开的 中共19届四中全会 将会聚焦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但是由于党内斗争等因素 这次全会的基调仍然存在变数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 多名曾在中共高层任职的人物 相继公开露面 现有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月初现身江苏 然后是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也高调的在家乡安徽肥东现身 但露面最为频密的可算是前总理朱镕基 他10月12号在北京出席清华大学的活动 18号又在北京登盟拜访了 102岁的老领导袁宝华 有报道说袁宝华是住的贵人 有人说没有袁朱只是一个初级干部 在袁的手上 朱在五年之内从初级走到了副部级 不少评论认为 每次中共举行重要会议之前 都有前领导人刻意的公开亮相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表态 清华大学政治系员讲师吴强认为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来得有点突然 加上近期退休高层官员频频公开亮相 使人质疑习近平能否掌控会议的进程 另外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认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估计19届四中全会会以经济为核心议题 重点放在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中国的反对之下 正在比利时召开的欧亚经济论坛 对中国做出让步 在最后公报当中将不再提及呼吁 各国政府放弃扭曲市场的经济政策 据路透社透露说 早些时候看到的文本当中 包括有呼吁取消政府实施的 不公平的扭曲市场的措施的言语 但在最新的公报草案中 这类内容已经被删除 两名匿名的外交官表示 中国10月18号夜间 跟欧盟和亚洲国家的官员连夜进行谈判 要求在最后公报中 将这一对中国来说相当敏感议题排除在外 欧亚经济论坛成立于2006年 是亚洲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与专家 就全球问题开展深入交流的高端研究型论坛 今年论坛主题为 欧洲与亚洲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全球合作伙伴 有来自欧亚各国高端智库 政府部门及企业界的200余位代表出席 美国和欧盟都一直不断的批评中国对国有企业 进行大量补贴扭曲了市场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 美国不能容忍扭曲市场的做法和其贸易方式 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 知情是表示中国已加育30年来 仅运营波音喷气式客机的航空公司 与空客就潜在的客机订购事项展开谈判 据彭博社的报道说 厦门航空高管上个月会见了访问中国的空客高层代表团 以推进谈判 由于整个过程不公开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联市表示说 中国国企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持有厦门航空的多数股权 知情人士表示 厦门航空主要对空客的远程A321载体飞机感兴趣 但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 潜在订单的规模尚不确定 厦门航空发言人则表示 公司目前没有购买空客飞机的计划 如果该交易得到推进 将对波音造成打击 波音去年争取到了厦门航空 作为其最畅销的737 MAX客机 最新版的骑士客户 这款飞机是空客A320的直接竞争对手 美国将于11月4号正式开启 对伊朗的能源制裁 并告知伊朗的石油买家 若不停止从伊朗购油将会面临制裁 但有消息显示 伊朗中创纪录的将2000多万桶石油 运往中国 据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的报道说 伊朗正将数量创纪录的2000多万桶石油 运往中国东北部的大连港 预计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抵达 伊朗国家邮轮公司一位消息人士说 该公司正向大连运送2000多万桶石油 这位消息人士说 要阻止伊朗出售石油是不可能的 他们有多种销售方式 当邮轮抵达大连时 他们将决定是卖给其他买家 还是卖给中国 有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 由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拥有的超级邮轮 正将其装载的2200多万桶石油运往中国 预计将于10月底和11月初到达大连 此次伊朗运往中国的石油数量 创下了空前的记录 根据可追溯到2015年1月的数据显示 大连通常每个月只接收100万到300万桶伊朗石油 大连是中国的主要石油枢纽之一 据报道称 在2014年的上一轮制裁期间 伊朗曾在大连储藏石油 后来转卖给了韩国和印度等买家 此外一名在大连的航运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国家邮轮公司运营的超大型邮轮沙丘号 把石油泄入了大连新港的一个保税区储油库 并称这是近四年来首次有伊朗石油泄入保税区储冠 对此说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旗下储存基地的一名消息人士 回应说这些石油不可能储存在那里 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 在今年第一季度海关数据称 中国平均每天进口约65.5万桶伊朗石油 相当于伊朗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在今年5月伊朗遭美国制裁之后 其石油高管曾一个月内两次访问中国 希望中国继续买油 有消息称 中国空军一架歼10S战机 在中国南部地区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坠毁 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当地时间10月18号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一名粉丝高达56万的网络大V DS大标 发布消息暗示中国空军一架军机坠毁 这名大V附上的图片显示 坠毁的军机疑似是一架歼10S双座型的战斗机 随后中国网络流传照片显示 出事现场出现了带有解放军军灰的军机的残骸 其中一块残骸的旁边甚至有一丝尸块的物体 知情人士表示说军机坠毁出事地点 是中国空军在广东湛江的穗西基地 主要负责中国南向地区的防务 歼10S是中国在歼10战斗机基础上改进的双座型战斗机 主要用于飞行员培训 但也保留了作战的功能 在过去数年当中歼10系列的战机 包括歼10A 歼10B 歼10S等都有坠机的记录 中国官方曾在2015年12月的时候 公开过一次歼10S战机坠毁的事故 当时隶属中国海军东海舰队的一架歼10战机 因撞鸟而失势 而其他的歼10系列的战斗机坠毁 猜测多指向战斗机的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且多数是俄制AR-31发动机 歼10S坠毁是否与俄罗斯供应的发动机存在关系 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中国空军所装备的歼10S均使用AR-31发动机 这再一次重创了外界对俄罗斯发动机的信心 曾有学术报告指出 AL-31存在重大的设计问题 但由于俄罗斯方面没有更多的资金 来改良这种发动机 中国方面才逐渐的强化自身 WS-10系列发动机 一种被指是山寨AL-31的发动机 好 接下来看一组新闻简报 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络采访时表示 他将结束在德国的生活并移民至美国纽约 报道指艾未未未表示 历史上某个时间来到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难民 艾未未未透露他的艺术之旅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学习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为6.5% 明显放缓 降至9年以来的最低 中美贸易战不断的升级 让中国经济投资减少 会导致中国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支持 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瑞士国家银行发言人毛胜勇表示 中国面临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 一方面中国在海外的投资环境恶化 而另外一个方面 在国内中国需要面对改革的挑战 香港政府今天宣布港珠澳大桥将在10月24号通车 据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 香港运输署表示 过去已经与不同的单位做了不同的演练 以及备有应急救援车辆 并会研究在道路中央如果遇到紧急事故 该如何进行分流 当局指出 在大桥发生重大意外事故的时候 香港及大陆均可以派遣车辆 在港珠澳大桥上来执行任务 处理应急的情况 川普从美国优先转向抗衡中国优先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法案 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 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 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 有人认为这是川普美国优先的竞选战略的转变 后者建议削减国际援助经费 上个月川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 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布鲁基斯学会的乔治·英格拉姆说 很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 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川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 改变美国和世界接触的方式 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川普说他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增加授权和资金 川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 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 但是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 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 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万亿美元 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但也有迹象显示 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丹尼尔·润迪说 中国即将变成国际金融的贩毒者 当今世界都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 因为他们提供贷款 附上的可笑条件并非真正透明 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 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 分析是说 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 不足以抗衡中国在全世界各地的投资 但新的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借贷机构合作 扩大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的乔治英格拉姆说 法国 英国和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现在拥有现代的授权保障 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 受益的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首先来看两则每周简报 美国赵彩大奖Mega Millions 奖金已经逼近10亿元 进球Powerball也达到了4.3亿 律师提醒大家 如果中奖一定要在奖券上签名 免得别人拿去冒领 以前 巨额奖金很容易引起各种官司 比如办公室的同事合伙买奖券 一旦有一张奖券中奖 大家经常为谁有权利领奖争吵不休 甚至闹上法庭 所以最好把合伙购买的每一张奖券影印下来 用电邮把奖券号码和奖券属于哪些人 寄给每一位出资的人 这样法官就能够根据电邮证明谁能拿奖金 中奖人也应该三间其口 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知道的人越多风声传得越快 慈善机构也会蜂拥而至 其中难说藏着骗子 再来看一则每周简报 又一家家国大麻公司申请在美国上市 加拿大的有执照大麻生产商 Afria已经申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总部位于安大略省利明顿市的这个大麻公司 于10月18日向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提交了登记声明 Afria公司的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将在收到所需批准后 将提供其预计交易的日期以及股票代码等详细信息 Afria公司目前已经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接下来看今天的美洲新闻 美国要求WTO解决关税纠纷 路透社援引了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美国星期四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族 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 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 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对进口的钢产品征收25%关税 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后 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10月18日 中国商务部也宣布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族 审理素美钢铝232措施世贸争端案 并指责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此前加拿大、墨西哥也计划要求世贸组织的专家族审议这些关税 挪威在10月18日说 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要求世贸组织专家族提供帮助 目前世贸组织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接下来看一则中美贸易战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指责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 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 他的这番评论降低了美中两国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 他说中国是不公平的交易者 他们是非法商人盗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10月18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 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 他接着说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 这是我们经济的支柱 中国似乎无法达到 所以他们将其盗走 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 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美国已经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 并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 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并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 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中国否认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库德洛还暗示 美国将继续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 他说我们把关税作为川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 他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 库德洛还表示 美国经济强于中国 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 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下跌近10% 本周以来包括库德洛在内的川普政府高官的讲话 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 预计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并在峰会间歇举行双边会晤 目前两国政府正在为此次会面做准备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三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似乎已短暂停顿 接下来来看一则有关美国军人的民意调查 目前近一半的美军官兵相信美国会在川普政府时期卷入一场大战 根据报道接受美国军事时报民意调查的军人的46%声称 国家在一年之内可能进行一场大战 同一个报纸在201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则显示 针对同样的问题只有5%的人做出相似的回答 这种弥漫在美军内部的焦虑 主要是因为川普政府时期增加的全球不稳定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构成的威胁 调查数据显示 接受调查的美军官兵认为 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 回答此多选提问的美国官兵 71%认为俄罗斯是最大威胁 而有69%认为中国是重大威胁 2017年的类似调查中 认为俄罗斯是重大威胁的美军比率为53% 45%的美军则认为中国是重大威胁 据信美军高级官员们发出的 有必要为与同量级对手发生冲突做准备的信息 对美军官兵们的这种观点增加了影响 此外网络恐怖主义也被美军官兵们视为威胁 有89%的美军人员认为 网络恐怖主义是重大威胁之一 下面来看一则美俄关系方面的消息 普京回应美国导弹威胁 说俄罗斯会用核武器报复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 在索契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时表示 如果俄罗斯遭到导弹袭击 将会使用核武器来进行应对 普京说 俄罗斯只有在预警系统发现导弹向俄领土飞去的情况下 才会发动核打击 他说 侵略者应明白 报复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发现俄罗斯领土即将遭到袭击时 我们将进行报复 普京坦言 这将意味着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他强调 俄罗斯不可能是发动这场灾难的人 他还说 俄罗斯人只会是被侵略的受害者 但他们会用生命进行反抗 他还补充说 那些发动袭击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甚至没有反悔的时间 就在普京这番表态的前几天 美国曾表示 考虑用导弹摧毁俄罗斯 正在违规秘密发展的巡航导弹系统 美国驻北大乡公约组织 NATO大使哈奇森 10月2日时表示 俄罗斯必须停止 安地里发展遭禁止的巡航导弹系统 否则 美国将在这种导弹 能够投入使用前摧毁它 路透社报道 美国相信俄罗斯正违反冷战时期条约 发展一种陆基导弹系统 这种导弹能让俄罗斯军方 一接获命令 就对欧洲发动核武攻击 但莫斯科一直否认 有任何这类的违规行为 哈奇森表示 美国仍致力于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但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展这种中程飞弹系统 美国将考虑进行军事打击 接下来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黑莉的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CNN当地时间10月18日的报道 即将离职的黑莉当天在一场 以政治人物在演讲中开玩笑出名的 筹备晚宴上表现抢眼 她说 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 其中180个无时不刻不再生美国的气 尽管我们存在种种分歧 但193个成员国有个共识 每个国家都有付钱给保罗马拿福特 总统建议我吹嘘一下他的政绩就行 不得不说 这招在联合国真挺好用 直到辞职后 大家才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也是很皮的 他在晚宴上打趣道 川普被印第安搞懵了 误以为印度裔的黑莉是印第安人 还问他是不是和沃伦一个部落的 本月9日 美媒报道说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尼基·黑莉向总统川普辞职 CNN分析了三点辞职原因 在川普面前 博尔顿和蓬佩奥变得更加得宠 黑莉被挤走了 其次 他要挣钱 再有就是被广泛猜测的理由 他想竞选总统 最后还是一则白宫内人士方面的消息 白宫两大助手炒爆 川普表示没听说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引述消息称 博尔顿与凯利周四在白宫争吵 原因是博尔顿希望以强硬手段处理非法移民问题 更开枪批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由于尼尔森曾是凯利的下属 博尔顿对尼尔森的批评引起了凯利的不满 导致两人争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月18日报道称 川普政府的这两位高官之间的激烈分歧 已经持续了好几周 一名听到争吵过程的人士说 凯利和博尔顿之间的冲突惊动了白宫的几名其他官员 他还说争吵的声音之大远远超出了川普政府以往的激烈讨论 报道称 争吵过后 助手们私下传信 鉴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其中一人可能会辞职离开白宫 事实上 川普一直站在博尔顿一边 让凯利十分愤怒 一位白宫官员后来称 两人已经冷静下来 凯利也不会离开白宫 有消息称 川普在两人冲突开始时在场 但在18日下午飞往蒙大拿之前 对记者表示 没听说过这件事 不过 川普其实并不介意这两位下属争吵 反而非常乐意看到此事 川普早在3月已经表示 喜欢看到官员争吵 南加州大学愿意以2.15亿元和解狼一性侵案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 南加州大学19号说 他们已经达成原则上的协议 准备以2.15亿元与校医被指信骚扰 和侵害大批女学生的集体诉讼和解 南加州大学代理校长奥斯丁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 校董事会已经支持这份和解 在这一案件上 校方已经取得了原告律师的合作 这对于那些曾经受到过这一艰难经历影响的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他还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帮助社区向共同和解的方向迈进 对于任何曾因学校雇员的行为而感到任何不适 缺乏安全感或遭受虐待的学生致歉 当然 这项协议仍然需要法官的批准 奥斯丁说 若这份和解协议获得了法庭通过之后 所有的集体诉讼成员将在未来数月当中 收到一份与和解协议相关的选择通知书 妇产歌医生丁夺1988年至2016年在该校担任校医 为数以百计的学生治疗 许多受害人曾表示 自1988年起 即有人投诉该校的校医丁夺行为不轨 直到2016年 在校方给了丁夺一大笔费用之后 他才默默的辞职 离开了他行医数十年的位置 和解协议将为曾在校园诊所向丁夺求诊的每一个学生 提供2500美元的赔偿 宣称曾遭受他性侵害的学生 每人最多可以获得25万美元的赔偿 刘龙珠律师认为 在受害人当中 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中国女留学生 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原因 他们不愿意站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一些人可能已经回到了中国 很难再回美国打官司 他希望这一和解信息 能够让很多之前的中国留学生看到 及时的联系律师和校方 拿到相应的赔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最近有一批香港媒体的高层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 在与中宣部部长黄昆明会面之后 传出一种管制媒体的论调 有媒体报道 担任访问团团团长的星岛集团行政总裁 消失和转述说黄昆明希望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的基地 这项说法引起各方哗然 不过就在外界热烈讨论的同时 相关报道居然默默的被消失或者是被改稿 这些发展都使得整件事情更加的扑朔迷离 BBC中文网的报道指出 香港记者协会认为这种会错意的情况极度不寻常 不排除新闻界的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 这让人不禁要问究竟背后有什么样的压力 事实上有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私底下告诉BBC 因为消失和的对外发言与会议上高层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 所以才修改了相关报道 紧急删除视频 只不过这些媒体迟迟没有讲清楚真正原因 整个观察下来这是一次相当罕见的集体改稿现象 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宣部理论上不管港澳事务 但是这次中宣部直接找香港媒体高层见面 给意见完全有别于先前的礼貌性拜访 恐怕是想加大力度影响香港媒体 甚至是指导他们往党媒信党的方向前进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 黄昆明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问团的时候提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希望香港新闻界能积极反映国家发展 为香港带来的机遇 为了深化香港同内地的交流合作 以及促进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要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结束后 星岛集团的代表肖世和在接受多家香港电子媒体访问时表示 黄昆明是在提醒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的基地 并且强调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是在一国原则下才衍生出的制度 香港苹果日报则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看法说 改搞的疑点可能不在中宣部身上 而是有香港中联办的官员认为 黄昆明与访问团的讨论是属于不应该公开的内部言论 然后才指示各家媒体要有所动作 身为事件主角之一的肖世和后来也跳出来灭火 他向南华早报表示 自己并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报道被抽起的事情 但是他承认会议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共识 交流的内容不作为采访之用 至于说法前后不一的质疑 他坦言是自己失误 再度翻查笔记之后才发现 黄昆明的原话是说 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 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 没有针对任何个别事件 对比肖世和的两种说法 靳汇大学新闻系的高级讲师吕炳全认为 关键就在于到底有没有媒体这两个字 如果黄昆明真的有点名香港媒体 那么就是北京当局第一次明确对香港媒体下指导旗 当然会影响香港的新闻工作 而且香港现在还是有许多批评中国的报道 依照这个逻辑很容易被归类成是在干扰内地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 就算整起事件的起源只是肖世和的口误 那么这场风波的背后 恐怕就是香港对新闻自由被削弱的恐惧 吕炳全分析 按照专业做法 媒体有责任求证 如果受访者发表有误的言论 媒体方面应该做出澄清 而不是仿效中国媒体的坏习惯 集体删稿或改稿 事实上早在这场风波之前 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 香港记者协会在2017年的调查就提到 有35%的香港主流媒体 由中国政府控制或者是中资入股 这样的趋势不免削弱 媒体原有的独立性 自我审查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再把焦点拉回这一批香港媒体高层 他们在北京除了拜会中宣部 也访问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中央社的报道指出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在会谈时明确表示 香港有责任为基本法的第23条立法 一定要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反华的基地 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 香港需要立法禁止分裂国家 以及煽动叛乱等等行为 针对特区政府拒发签证给FCC主席马凯的争议 张晓明则回应说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他支持特区政府的处理方式 继中宣部疑似对香港媒体下达不要干扰内地政治的指令之后 港澳办也重申不可反共反华的论调 这些提醒都让香港媒体现在动辄得救 究竟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说 原来那一把衡量新闻自由的尺 就怕会和党义越来越一致 以上是豆豆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沙特王储 莫罕默德本萨勒曼一直很注意个人形象 每当他包着头巾穿着大袍子 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 眼神总是温柔的 笑容总是亲切的 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不过对于一个拥有极大权势的人来说 外表的温柔和彬彬有礼 总让人感觉一切都是假象 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并被残忍杀害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之际 这种证据都指向卡舒吉多次得罪过的王储本人 实际上不光外界如此认为 就连沙特王室内部也有这种声音 流亡德国的沙特王子卡利德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 卡舒吉之死与沙特王室有关联 指控沙特王储为整个事件的幕后主使 他强调沙特王室向来习惯以暴力统治沙特 而以往从欧洲被绑架回沙特的异议人士都是因为王室下令才遭此待遇 他说卡舒吉的命运也是如此 我不能保证沙特国王有直接涉入此案 但我相信杀害卡舒吉的决定跟策划都是由王储所主导 卡利德强调卡舒吉之死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都凸显沙特王室的真面目 当一个国家绑架杀害并肢解自己的国民时便是黑帮而不是合法国家 他也说美国和其他跟沙特有来往的国家会继续保障自己的利益 但如果美国国会对沙特政府进行制裁 川普应该也无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沙特王储沙拉曼目前被认为是中东最有权势的人 自2017年6月被立为王储以来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改革家 有人认为他是使对手沉默的野蛮强硬派 王储沙拉曼迅速掌权后 沙特开启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此前2016年还是赴王储的沙拉曼就提出了愿景2030经济计划 为沙特确定了阿拉伯与伊斯兰的心脏 全球投资强国亚非欧枢纽三大目标 将重建沙特经济体系 摆脱石油依赖作为改革重点 种种大胆举措 让他被赋予沙特改革总设计师的美名 沙特经济的核心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沙拉曼此前就在愿景2030中提出沙特阿美公司的上市计划 计划将阿美公司5%的股份进行上市 据细其价值高达2万亿美元 沙拉曼这位33岁的沙特领导人除了经济改革外 还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确保未来 意图将沙特变成现代化国家 6月份沙特政府解除了女性驾驶的禁命 同时减轻对社会的控制 伊斯兰教法上也采取更开放和宽容的解释 当时媒体认为他是年轻的改革者 将一个中世纪中东王国带入21世纪向世界开放 西方外交官也认为他是一股清流 ABC报道认为 这主要是一项旨在让西方人认为 该国在逐步走向开放的公关活动 但是很奏效 尽管沙特的社会人权记录十分糟糕 但4月份萨勒曼在美国成为一名网红名人 除了时代杂志将其作为封面外 他还在媒体上接受采访 60分钟节目称他是妇女解放革命者 当时他和演员摩根·费里曼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和巨石·强森共进晚餐 他们称与王储的相遇快乐而迷人 但今年的事情给萨勒曼的名人形象带来污点 他在5月份逮捕了至少7名积极的沙特妇女活动家 拘留了黎巴嫩领导人萨德·哈里 并获使其辞职 还威胁要逮捕任何敢质疑改革的人 2017年萨勒曼的反腐败运动中 他还拘禁了数百名被控腐败的沙特政商界人物 报道称这场反腐败是权力的游戏式运动 外界命名为利斯卡尔顿酒店清洗 10年前 阿布杜拉国王治下的沙特年轻人 还可以大胆在脸书和推特上批评政府腐败 而现在沙特的舆论空间少有意见 连在沙特工作的外籍人士也纷纷抱怨 连在推特上说错话都可能要被关小黑屋 有分析指出 保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前提下 完成王国的现代化 这是沙特王室最希望实现的 萨勒曼王储因此一边承诺实现温和的伊斯兰 一边却对意义零容忍 这似乎是一种改革的悖论 从去年反腐至今 沙特王室格局一直处于舆论漩涡 经历了一系列对王室庞系的清洗 和对意见人士的逮捕后 萨勒曼父子威权在握 但由于王储过于野心勃勃 在推动改革过程中显得相当冒进 不少项目因雷声大雨点小 而显得有画饼之嫌 外界围绕其权力是否稳固的讨论与日俱增 对王储地位不稳的担忧 并非首次出现在沙特阿美石油IPO问题上 萨勒曼或许也开始觉得小儿子刚愎自负 一直以来 阿美石油的IPO被视为 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计划 自2016年1月公布起都无明确动向 但今年8月底被路透社爆出 已遭到萨勒曼国王的强行中止 若消息作失 无疑会对王储改革事业造成巨大打击 毕竟若没有外资注入 2030院景描绘的红卫蓝图 只能是空想 不仅身为父亲的国王 对其能力产生质疑 王储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还面临着王室内部的重重压力 改革过程中 诸如提高油价削减教育及医疗补助的措施 已经开始影响习惯于高福利的王室成员 对王储的支持 去年11月 11名王室成员曾在利亚德省政府前公开示威 要求政府取消停止为王室成员支付水电费的指令 不久前 流亡德国的王室意见成员卡利德 接受清卡塔尔媒体中东演的专访 呼吁罢处献国王级王储 更加引发了外界对沙特王室内斗的猜测 而这次卡舒吉失踪事件的后续进展 再次把王储的改革计划推向了风口浪尖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 西方各界 特别是商界人士纷纷发声 联合对沙特的经济改革措施 发出抵抗的声音 10月23日被称为沙漠中的达沃斯的第二届 沙特未来投资倡议峰会将在利亚德举行 去年的这一峰会吸引了几千名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代表 政府高级官员 企业财团代表和投资者出席 而今年的同一时间 则因为沙特官方在卡舒吉失踪仪式上的暧昧立场 而遭到多方抵制 抵制者不仅包括摩根大通 谷歌 优步 维亚康姆 福特等企业大鳄 还包括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恒博社等媒体巨头 一直以来 沙特曼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推动沙特经济文化社会的改革者 利用这个形象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政策 并吸引西方投资者帮助沙特经济实现多样化 一旦卡舒吉事件被证实和沙特王储直接相关 沙勒曼的形象将彻底崩塌 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导致这位改革者的统治垮台 与此同时 有报道称沙特王室正在积极考虑 以驻华盛顿大使哈利德·本萨勒曼取代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成为王室继承人和未来的国王 沙特正因为卡舒吉遇害案遭受强大的国际压力 而该次杀戮被外界确信由现任王储 萨勒曼亲自下令实施 哈利德是现任王储的弟弟 他上周已从华盛顿返回沙特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一直以来负责批准王室继承权的效忠委员会 目前正在秘密举行会议 费加罗报援引在巴黎的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称 沙特王室效忠委员会几天来 一直在以最大的谨慎召开会议 在利亚德信源已经证实了这一消息 该机构由代表王室每个家族 至少7个的代表组成 负责处理王室遗产问题 该机构调查了卡舒吉案的情况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那么最后呢我想分析 就是说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扁凳啊 这个台凳扁习的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意思呢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就是这个 上层内部已经 上层内部在撕裂 在撕裂 这是没有疑问的 当今中国有一个奇观 什么奇观呢 一边在搞个人崇拜 一边在 台凳扁习 哎大家并行不备 大家并行不备 你看这个我刚才列了这五个 这五个啊 斜扁习的事件 哪一个事件被处理了 樊立琴 当事人们就遇见到 遇见说当局不敢拿他怎么样 吴明 怎么样 批了这么严重 这么厉害的一篇文章 怎么样 没听说什么故事吧 许战润当时发这个文章的时候 是在日本 后来回去了 回到北京了 那么呢这个立命人士的文章 还不知道是谁呢 还要去查去 再加上这个任志强 上一次直接耸都没问题 这次有问题吗 哎 所以说这是单亲中国的一个奇观 两头并行 你那边搞个人崇拜 我这边批习照批不误 而且还相当无事 这也解释了 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还要集权 为什么习近平还要搞个人崇拜 因为集权没有集到一定的程度嘛 不够嘛 对不对 因为个人崇拜还没达到一个 大家对我不敢批评的阶段嘛 没达到 这也反映出中国这个 啊 单下的现状 就是说你搞个人崇拜 你搞不成啊 啊 对你进行个人崇拜的 那都是一批傻子 或者阴谋家 这两个人比较多 真正有脑子的人 真的有计量的人 他是不屑于这些东西的 啊 政治上的运作 你当然可以有集权啊 你行政权你可以集中是不是啊 但是你不能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上 你不能够把现任制这个东西给废掉 尤其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之下 你也不能够把 人家对你的批评当做妄议 对不对啊 这东西都是越界行为啊 所以说 从这个批评来看 个人崇拜 我还不成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中共当今内部 应该有路线斗争 我们都是学中共男士过来的 啊 共产党历史上十四大的路线斗争 后来多少次不知道了 那么再往下数啊 胡耀邦应该是一次路线斗争 赵紫阳应该是一次路线斗争 那么现在习近平跟谁呢 看不见的 那么应该跟 抬头电小平大旗的人在搞路线斗争 因为路线斗争啊 往往透过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表示出来 因此呢 意识形态斗争呢 是中共内部斗争的一个天气表 我是这么认为 当年那个 真理标准的讨论呢 他就是个意识形态斗争 那么在后面是 邓小平和那些所谓的 中共保守派的斗争 最后 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者 走向政治舞台 然后呢 带入中国进入下一阶段 那么这一次 这个批习 邪邓批习这个事件呢 我认为又一次 一次新的路线斗争 因为这个路线斗争呢 借助对改革开放40年的反思和纪念 会进一步的加剧 我觉得会进一步加剧 那么习近平先生 能不能挨过这一次路线斗争 我觉得 他没有大风险 但是呢 这一次 应该对他有所抑制 应该让他 有所反思 有所帮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